大家好,这里是TBA传动无线 很高兴今天我们邀请到电动钢的产品经理杨公来到我们互动现场 下面有请杨公给大家介绍一下电动钢产品 杨公您好 你好 说到产品的原理 您能说说我们的TBA传动无线电动钢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吗 首先呢,电动钢是将四物电机和滚足四杆一体化设计的产品 将四物电机的旋转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 同时将四物电机的最佳优点 精准转速控制、扭矩控制、转变成精准速度控制、位置控制、推力控制 实现高精度直线运动系列的全新革命性产品 杨公,那您觉得这些电动钢都具有什么特点呢 TBA电动钢分为轻转、中转、重转 型号可从25做到180 推力可从40公斤做到50T全方位覆盖 当然这也可以根据您的需求提供定制方案 产品配件的多样性和使用多种多样的安装组件 相对气缸、液压缸可安装各种线运开关 平衡减速机和四物电机、不禁电机以及直流电机 电动钢的稳定性 因电动钢使用四物电机和滚足四杆的精准控制 电动钢的精度可做到正负0.01 也可增加压力敞感器 将出力精度控制在1% 还可以额外安装光三尺 将精度提升至正负0.01毫米 了解了这么多工作原理和特点 那电动钢对比气缸、液压缸它的优势在哪些方面呢 电动钢的主要劲品是气缸和液压缸 气缸采用气泵冲气再释放来实现工作 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工业噪音 后期气管老化会造成气体泄漏影响工作效率 液压缸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造成液压油外泄 造成工具件或工作环境的污染 形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而且液压缸后期维护麻烦成本高 相对于气缸和液压缸 电动钢的精度和控制变业性有着免压性的提升 电动钢优势也着实令人惊艳 那它是否会存在一些风险呢 有的 选行上的错误造成了生产风险 客户在极限情况下使用电钢 比如超负载、超速度或者不按技术要求使用电钢 可能造成电钢损坏或者电钢内圆区件损坏 电动钢的侧向力 因为电动钢的特性 电动钢无法承受来自侧面方向的受力 也就是说电动钢的受力方向只能跟轴线同一方向 电动钢的防腹等级 电动钢相对于其他使用濕杆类型模组 防腹等级要高一些 可以达到IP66 因为电动钢是将内部元气件包裹在形态内部 有效杜绝了一些水雾和空气中的粉尘 但这不代表电动钢可以长时间在水分充沛 或高密度粉尘度环境中使用 还好您跟我们讲解了这么多 这样我们也就会有所准备避免发生隐患 那您跟我们普及一下 这些电动钢主要运用到哪些领域呢 作为一种自动化设备的辅助产品 电动钢被广泛的运用在许多不同的行业当中 例如3C产业的飞镖自动化电子设备 大型板机硬体行形 机械的手臂及关节 动感座椅 轴承的压装 工业料斗的开合 汽车配件产业的自动化设备等等 好 谢谢杨公的精彩解说 TPA全新研发做高标准高品质 高效率的源头厂家 精力求精 永远为伙伴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想要了解更多 记得关注我们哦